哈囉 大家好 我是邪之瑜 好久沒有在十字契約出現啦 最近真的 越來越少玩 他現在出一些什麼新的系統啊 跟什麼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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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壩喔 什麼 天空之塔之類的 哇 我都 都走 該碰一點碰一點 我覺得我好像已經要淡出這個遊戲 沒關係我們今天就是單純的來抽個卡 這次的卡詞叫做 懷石對酒 然後 主要要抽的有 UR的 屈奇 看起來是個 雕刻藝術家姐姐 沒錯 看起來有點 小小病 呵呵 滿有氣質的感覺 然後再來SR是 蘋果糖 我覺得蘋果糖 這個粒味非常的可愛 但是滿新的部分我就比較 不滿意了 笑得太開心了 呵呵 我比較喜歡原本的樣子 對 他的Q版我也是覺得還好 我比較喜歡莉惠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們直接開抽 我們今天打算抽 50抽 就是把他 可以用力或總換的通通抽完 好 我們來開始 第一次實抽 好的我們的第一次實抽 並沒有入啊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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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就 快速的 段優段優的 跳過他 我又有一張SR 兩張SR 三張SR 欸 神奇的概率 神奇的概率 好的 三張 好 再來是 第二次的實抽 GO 還是沒有UI 怎麼會這樣子呢 這是令人拿過 呵 一張SR 一張SR 兩張SR 三張 欸 現在是固定三張SR 是不是 而且都沒有這次的新卡 太過分了吧 第三次實抽 有了 有UR了 來提醒一下 雖然隔了這麼久 不知道還有沒有人會想知道 就是如果那個 剛剛那個火圈 中間有火焰的話 就代表UR 你們可以拉回去看一下前兩次都沒有火焰 第三次有 就代表UR 總是會有人問這個問題 皮阿米蘇的背影也太大了吧 害我都不知道這是誰 哎呦 怎麼會有這種事情 我說到UR 竟然是蟹 蟹黃 小籠包 太扯了 欸 出現了我們的蘋果湯 嗯 這個人色跟我 預想的不太一樣 沒關係我們等一下再來 仔細看看他到底是怎麼樣 剛剛是一個接待客人的一個角色身份 切換有點不太對 好我們這回拿到了一張UR 三張SR 嗯? 這個 前五次 好像沒有講到每次都會有三張UR 啊 可能三張SR 這件事 這是什麼 第四十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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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好瞎眼 現在的M卡可以換那個什麼啊 我忘記了 我忘記了 就是有個東西可以換 糟糕怎麼有點不太負責任 我忘記了 我剛剛才換掉 喔 欸 兩張 你的美眼很有味道 果然這個就跟我想的差不多 有一點小病 但是美眼 美眼是指眉毛加眼睛還是 我們等一下慢慢來認識他 好 這次有兩張UR 就只有兩張SR了 好啦 我們今天其實已經功德圓滿兩張都抽到了 我們就把剩下的這十抽抽完吧 好啦 果然沒有UR了 好運沒有這麼接二連三的 嗯 哇 這次也只有兩張SR 半張URR都沒有 好唄 再來點一下這個蘋果糖獎勵 再抽二十抽可以拿到三十張碎片 這個好像去那個 是不是可以換那個什麼啊 是這個嗎 喔 我 次數可以直接換蘋果糖碎片 然後把剩下的這個什麼東西 每日什麼東東零丸 可以再抽個十抽之類的 剩下抽不齊的 再用金石去買 這是什麼 喔 欸 我有這個了 那我可以現在再抽十抽耶 好啊 那我再抽十抽好了 大概就是這樣 這次的活動的這兩隻我覺得 這隻的利會很漂亮 火金柿子餅 但是他的Q班我也覺得還好 所以這次的活動我也還在考慮 要不要 花時間玩 還在考慮中 才剛開始嘛 還久 我們再來抽個十抽吧 普通的十抽 一張S啊 一張S啊 不會吧 這是要有史以來最爛的一根石抽 我們是 三張S啊 三張S啊 一張U啊 三張S啊 兩張U啊 兩張S啊 兩張S啊 一張S啊 這是今天的收穫 好唄 好唄 那我們來介紹今天 抽到的那兩隻 還有那個 這次活動的那個什麼啊 啊不 UR要最後 那個 收穫日記 日記 其實我之前有好多隻 我都沒有介紹過耶 可是 會有人想看嗎 想看投個票 我這些 那些 從這裡開始我就都沒看過 我自己本人都沒有看過 從這邊 跟怎麼 這隻 對不對 都沒有耶 還有這個 超級多隻都沒有看過 我自己都沒有看 好奇怪喔 怎麼會這樣 好多喔 這個 這有看過嗎 這個好像也沒有 這 只有跳中間 應該是我不小心點到的 這個也是 這個也是 這個都跳中間 這隻我喜歡這隻卡布奇諾是上上上上次的活動的吧 這隻好可愛喔 好我們從這次的開始 看過他 他很可愛啊 我真的以為他會更無口一點 但沒想到他還蠻 活潑的耶 很會接待客人的感覺 真的 對 他第一句說是 性格活潑 思維活躍 喜歡接觸新事物 好奇心旺盛 永遠對自己充滿自信 因此 勝負欲很強 曾經在隔日落各地有學 對各個領域都有 知識儲備 是日暮偵探社的王牌偵探 好啦也是很可愛 有點可惜 這是什麼啊 這是之後會出現的嗎 怎麼看起來也病病的 他的信條是 沒有我解不開的謎 如果有花點時間解就好啦 蘋果糖又稱太妃蘋果糖 是一種把糖或冰糖塗在蘋果的表面 再把棍子插入井中 作為手柄的甜食 起源於西方外甥文化 在明治維新時期傳入日本 甜美的外表讓人聯想到歡慶戀愛等等 這是在漫畫中常常看到的 可是真的 這個到底要怎麼吃啊 蘋果那麼大一天 然後外面 就是有點像糖葫蘆的感覺對不對 可是蘋果這麼大顆到底是要怎麼乾啊 呵呵 這個字幕自然之間超出對話康 看他這個臉真的很美耶 就是很精緻小娃娃的感覺 這就是豬排嗎 看起來他年幼的小伙子 他這 他這 呵呵 不行耶 我有點沒辦法建構 會這樣子講話的人 跟這個人 結合在一起 我沒辦法在心中把他們 化為一體 有點分離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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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食之人 超可愛 對這個掉掉 不理解 呵呵 你收到委託的案件都是這類型的嗎 他怎麼感覺還是很開心啊 他講話給我一種大小姐的感覺 大小姐在來亂的感覺 好吧這就是我們的蘋果糖 讓我覺得人設錯亂的蘋果糖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我就覺得這個人設感覺很符合 這個外表這個表情配這個掉掉 就感覺是同一個系列的 為什麼點不下去啊 我有了 真的感覺越來越有病 這個表情真的是 追求時尚潮流不會在意他人眼光 我心我素的女孩 看似沒有禮貌 其實是不拘小姐 有點不會看戲分 講話很直 碰到關東煮就會忍不住挑刺 關東煮 喔對就是這個 呵呵 對耶 好像之前是不是他之前都有出勝過 大板燒 對這個Q版到底是誰 呵呵呵 為什麼他的Q版差這麼多啊 整個顏色都不一樣 發生什麼事 但是是有那個爆紋的部分 是一樣的 而且他還穿不同顏色的襪子 這到底是誰 呵呵 太奇妙了 不是覺得他是不是放錯啦 這是不是應該是什麼外觀的 連耳環帶的也都不一樣啊 到底是誰 呵呵 大板燒是一種日式 喔他的信條是 時尚潮的可視少女的必收客 是日本關係的一間 一種民間美食 我還蠻喜歡吃大板燒的 之前高中的時候 有日本的交換同學來 他就會自己做 他說他們那邊的同學 好像大部分都會自己做 他做的超好吃的耶 覺得很厲害 好棒喔 呵呵 由於外觀的關係 又有人稱大板燒為日式 披薩 嗯 大概是這樣吧 呵呵 大板燒的材料 算是比較便宜的 又可以稱為一千娘食 就是便宜的又好吃的料理 出去玩 沒有 呵呵 他也好開心喔 這麼能力很開心 他不是應該會覺得很神器嗎 放技能的時候都要講這句話還太好笑了吧 這個蠻符合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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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式裝如果真的有這樣的 真的會想揍扁他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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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也是蠻聽話的 呵呵 是會來人忍不住想多聽幾次的開詞 很心動啊 這麼漂亮耶 他剛剛整句很像在唱歌耶 非常的有旋律 簡潔有力 這就是我們的大板燒 但是我總覺得 他上面跟下面的搭配好像有點奇妙 上面有點性感 下面有點街頭風 好我們來看今天的那個怪怪的雕刻姐姐 對啊 大隻的不是大隻的 UR的這幾隻我也沒有看過 自己都還不認識 我們的Giichi 性感姐姐 為什麼要在雕刻的時候把餅乾丟在地上呢 還有他的好夥伴在後面陪著他 小肉相間 我覺得這後面那個 很像什麼別的遊戲會出現的場景 實際上跟著跑 好我們的Giichi是 習慣遵循 本性的生活工作 是一個幾乎完全活在自己世界的人 對於Giichi也沒有什麼 比將一塊水素可見的原料 所以神韻賦予靈魂這一過程更令人愉悅的 他的信條是 美人在骨不在皮 聽起來就有點可怕 其實是一種細小平扁的蛋糕式餅乾 口感酥脆 但有濃厚的黃油香 應該就是奶油味啊 他就是從歐美傳入中國 然後在各地先騎這個潮 節慶的時候女孩會前往去騎作坊 就是去外面那種開烘培客的概念 然後在那邊做 然後送給愛人跟朋友 他跟他有關係耶 跟我喜歡的 這是什麼啊 三隻鳥 他為什麼前面的那個都沒有翻譯寫出來啊 這實在是太過分了 都偷偷不把他全部翻完 這樣我聽不懂日魔王怎麼辦啊 沒關系 不用顧慮我沒有關係 你可以試試看呀 那他交給他的雕像去攻擊嗎 沒有啊他還是自己攻擊啊 呵呵 他的雕像沒有在動啊 好啦有在動 但是 看起來還是他自己在努力的啊 呵呵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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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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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覺得能量真的很棒耶 有時候做夢 就是 用寫的 沒辦法完整的表達出夢裡的感覺 有時候是一個意象或是 一種感覺 有時候就是需要用藝術的方式呈現 但是你當沒有藝術天分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呈現出心中的那個感覺 就會覺得很可惜 呵呵 阿少尾巴 對帶著你的雕像朋友們一起來吧 不適合失敗 不適合失敗 各種呈現方式都有他們自己的深度啊 他的最後一筆是指什麼呢 呵呵 不是非常的了解 哼 結束了 感覺蠻豁達的 好隨便喔 好啦 那這就是我們今天的最後一隻 YOUA 去騎 好嘞 那我們今天抽卡跟簡單介紹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大家會想要看其他隻的介紹嗎 都是好久以前的失敌喔 呵呵 想要的話到右上角頭個票吧 剛剛出現的那個 好啦 那我們就期待下一次新活動或是得士活動 我們如果有再拿到新的士靈 後會有期的介紹唄 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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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部份 有剩下的